Hello Hello 各位Trainer 大家早 我是詹明正 那歡迎來加入這個叫做TLC Trend Micro Learning Circle 它是一個全球全公司一天的叫做Leadership Workshop 給這個每一個Trainer 因為我相信你有很大的潛力呢 有待開花 然後呢 你的潛力 假如經過這種所謂Self Awareness 自覺性的這種啟花呢 你會產生很大的這種貢獻 很大的能力就跑出來 那整個公司就變成一個叫做 學習型組織 那它的好處呢 在於說 第一 它可以讓就是每個人的意見 每個人的那個智慧呢 能夠貢獻出來 那這樣的話 對未來多變的競爭情況啦 還有科技的競爭情況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去適應它 去迎接它這種改變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因為有這種環境 大家不怕失敗的環境 或者是就是Dale to fail 它會把每個人的意見呢 都這樣冒出來 這種自自然然的冒出來的方法呢 會讓我們的創新能力 一天比一天的加強 那第三點呢 我是覺得它可以告訴你說 用什麼樣的觀點呢 去看事情的發展 讓它同樣的一件事情 除了不同的觀點 還有不同level 不同的階層的觀點 你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就像槓桿眼裡一樣 輕而易舉的 把問題都解決掉 那所以這個 不是看一個部分 而是看整體的 這也就是 learning organization的三大好處 所以呢 這不像說 一般的訓練課程 你就正經為座 坐在那裡 聽老師講 把information轉給你 然後你聽了機器 然後覺得很無聊 或者是一個禮拜以後 就忘掉了 那這個是 就是workshop呢 需要你能夠全神專注的 能夠貢獻 能夠involve 因為這種需要經過體驗呢 你才能夠深入你的心裡 那而且呢 在要打開你的心胸呢 去接受不同的看法 不要一下子就有 用你的本來的這種假設 還有意識 就把它決定說 這個我要聽 這個我不要聽 這個我要看 這個我不要看 那這樣的話 太多這種假設 或者太多的這種 把他過濾掉的話 那你就很難 讓整個這種 油然而起的這種 智慧呢 產生你的這種討論之間呢 從整個團隊裡面 真正學到東西 所以就是記得喔 不要有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 輕鬆的 放開胸膀的 大家好好的和同學們 就是和同事們呢 盡量的熱烈的討論 好吧 Enjoy